Lead Soit 气动网浮锯可搭配多种锯片使用 能够切割PVC、PE、钢、不锈钢和球末铸铁管 气动网浮锯还可切割包括C900PVC在内的各种管材 切割时所需作业空间很小 Lead建议在管子上方流出150毫米的间隙 为锯片网浮切割流出空间 与柴油驱动的切管机相比 这种气动锯更为安全 而且Lead的气动网浮锯切割比值 Lead网浮锯提供锯片导向架和Soit 卡钳等附件 最大切割管径达500毫米 配备Soit 卡钳后切割管径最大达610毫米 Soit 卡钳单独售卖 适用于直径100毫米至300毫米的管子 如果加上多种长度的加长链 可切割至600毫米管径的管子 卡钳可安装固定在管子上 在切割过程中帮助稳固往复距 在操作Lead的任何设备之前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 并始终佩戴适当的安全装备 包括安全眼镜 有关锯片零部件或辅件的信息 请参阅操作手册或网上的材料选择表 要安装锯片 首先从导轨上卸下螺母和平板 将切割锯片放置到位 然后重新安装板和螺母 锯片和平板上的孔对齐后 将螺母拧牢固 Lead强烈建议使用锯片导向架 以保证稳定切割 首先将弓形弹簧 安装到导向轴的两端 将拉伸弹簧的一端绕到弓形弹簧上 然后从手柄上卸下两个螺栓和锁紧垫圈 如果打算将来卸下锯条导向架 保留好这些螺栓 安装锯条的方向 决定间隔垫片的位置 将手柄放在两个垫片之间 然后插入螺栓 把较长的间隔垫片和螺栓 与锯片安装在同一侧 而较短的间隔垫片和螺栓 则安在导向架的另一侧 首先将导向架前部的滚轮放置在锯条上 然后将导向架向后拉 将螺栓与安装导向架的孔对齐 并拧紧螺栓 安装装拉伸弹簧 请从锯片上抬起锯条导向架 放在锯片侧面 将拉黄固定在导向架横梁的环上 将导向架的滚轮放回锯片 导向架应与锯片齐平 如不齐平 请卸下导向架 反转间隔垫片并重新组装 接下来将Sawit卡钳固定到要切割的管子上 卡钳必须固定在不被切掉的管子一端 确保卡钳固定牢固 然后检查卡钳的四个接触点 卡钳的正确安装 可确保网复锯不回弹 在没有固定好卡钳的情况下 切勿进行切割 现在 拉动助塞旋钮 并将网复锯固定到卡钳上 网复锯固定好之后 连接气源 必须使用过滤器 调节器和润滑装置 气动马达对污染很敏感 如果维护不当 很容易磨损 生锈和产生污泥 启动网复锯 须先按下安全锁 再按开关 网复锯刚刚启动时 不要让锯片接触管壁 如需要 可在切割时 喷洒冷却液 调高刀锯的速度 并小心地将锯片 放在材料的切割区 操作者 不断用手臂 做笔直向下的动作 引导锯子穿过管壁 在接近切割终点时 要格外注意 切勿强行切割 使用锯片导向架 很大程度上减少了锯片 在使用过程中的摇动 切割完成后 松开开关 将气动锯恢复到静止位置 如果锯片变钝 请更换锯片 锯片 锯片切割速度更快 需要的进挤压力更小 切割塑料管时 操作者可以使用一条 100毫米的橡胶软管 并将其放在网复锯的卡钳链上 这样能防止卡钳打滑 如果需更换刀片 或者添加辅件 需停止切割 并断开气源 然后再进行更换 完成后 重新连接气源 并继续切割 利德SOIT 系动网复锯操作演示 到此结束 有关此工具 或任何利德优质产品的更多信息 请访问 www.reedmfgco.com